Lobby 劉沛 歡迎打開Lobby 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犬之島 眼淚》 的 Wes Anderson 指導 一堆明星包含 Tilda Swinton Torita Gowin Bill Murray Brian Kasten 配音演出的 真是一部我覺得 非常非常好看的電影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真的會讓人得到 滿滿的樂趣 各式各樣令人驚艷 用賞心悅目的畫面 完美的喜劇節奏 用冷掉幽默的方式 讓整部電影 維持在一個趣味十足 又深具意義的空間裡 劇情敘述 在一個虛擬的未來日本城市 巨騎市 市長的養子 12歲的男孩阿忠 隻身前往滿是垃圾的島上 要尋回自己的愛犬 這座島上的犬隻 因為疾病的關係 被強制隔離在這裡 阿忠受到了幾隻小狗的協助之下 一同前往尋找自己的愛犬 也發現了其中的秘密 拍過布達佩斯大飯店 躍身冒險王國 大吉林有限公司 超級狐狸先生的 West Anderson 他是一個非常具有童心的導演 在電影中 經常傳達出童真還有單純來 用充滿年輕氣息的角色 要去對抗大人的價值 以及社會體制 還有還有 在美術上面充滿樂趣 以及獨一無二的至終敏感 那些人偶還有狗偶的設計都非常可愛 每一個角色都會讓你大喊 天啊這也太有特色了吧 每個場景都是充滿細節 而又獨一無二的 角色之間的互動更是非常有 他個人的節奏以及風格 人物故事情感都蕴含著大量的資訊 在畫面風格音樂上都致敬了 二十四屆日本電影大師 黑澤民 獲得過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黑澤民 拍過羅生門、七五世、亂等代表作 是日本電影走向世界的 很重要的一個電影導演 影響全世界的電影大師 犬之島的故事 在利用人和犬的關係 去表達黑澤民電影中 很重要的武士道精神 就很像歐洲的騎士精神 每個武士都有從屬的軍王 軍和城的關係是最重要的核心 是為武士的要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去守護自己的君主 君主也必須尊重、愛護自己的武士 是一種很特別的情感羈絆 對我來說最熟悉的例子 應該是神劍闖江湖中的劍心 還有小勳 以這個主人和護衛權的關係衍生出去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跨物種的情感 當然還跨越了不同語言的隔閡 講述者不分彼此 都可以是一家人的訊息 以主角阿中和垃圾島上犬隻的故事 我們相對看見另外一邊 人類社會自私自利的面貌 階層之間的壓迫 和滿滿政治手段的操弄 有著一個巨大的陰謀在背後 愛貓的朋友先不要生氣 這個陰謀的重點不是說 愛貓的人都是壞人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或者也不是說貓都很壞 而是看有權利的人 為了要維護自身固有的利益 就將別人貼上標籤妖魔化 然後十足正當地默默將他們消滅 電影刻意讓我們在角色講日語的時候 沒有字幕可以看 就是要讓我們體驗劇中被迫害的犬隻 有一種被排除在外的感覺 由《絕命毒師》中的老白 Brian Caston 所配音的角色 老大 他跟他其他朋友不同 他是一隻野良犬 也就是俗稱的流浪狗 其他的犬隻都有主人 都在主人的飼養之下 有一個特定的身份在 而老大他崇尚天性的個性 導致他成為流浪在外的野良犬 雖然說不是這麼深入地去刻畫 但老大和阿中 彼此遇到的故事 是一個野良犬成為護衛犬 讓人成為武士的一個成長故事 選擇了承擔責任和使命 也找到了他的歸屬 我在進一步思考這個人和狗的寓意 以及假想的未來日本作為的故事設定 還是一個西方人對東方的幻想 強烈的文化與民族精神 我覺得是有一個對武士道的浪漫情愫在 套進了韋斯安德森最擅長的 以純真的心去面對邪惡的統治階層 這樣看起來 武士道成為一個很單純很善良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我在全獅島當中的 每一隻狗狗身上所看見的 會補充這一段是因為在拍攝前 看了寶妮的影評 我覺得他說得很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也啟發了我在這裡提供另外一個觀點 我會說這部電影讓我感覺到 是一個在多壓迫的統治之下 多少限制的環境當中 都還是有童真的可能性 存在我們的身上 存在未來的希望當中 演員的部分我特別喜歡主角阿中的配音表現 這不是一部會讓人大笑或者是大哭的電影 但它就是可以默默的帶你 經歷許多的感動和歡樂 非常值得進電影願意看 每個畫面的細節和故事節奏的掌握 都非常的厲害 當然愛狗的朋友一定不要錯過這部電影 然後愛貓的朋友也去看一下 我看網路上有人問說 為什麼這部電影明明是以日本為背景 卻沒有出現日本知名的柴犬呢? 我看到一個說法是 柴犬其實也有去演員甄選會 但柴犬只會講日文 英文講不好 於是就被刷掉了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學好英文是很重要的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這是羅北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